大家好,我是Jolie 最近柬埔寨是真的非常冷 据说预计气温低至15摄氏度 我在这个国家第一次碰到这么冷的天气 好在该国经济恢复到是没有像天气一样降温 下面我来分享今天柬埔寨的一些动态 西哈努克港自办港PAS 柬埔寨最大的航运设施 在2023年前11个月的总收入超过8500万美元 同比增长2.7% 这家国有港口在此期间处理了超过700万吨集装箱货物 同比增长11% 柬埔寨总理洪马奈指出 PAS在促进柬埔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是该国与区域及世界贸易的主要国际门户 它的目标是到2029年 将PAS从中转港转变为区域物流中心 目前PAS每年的处理能力为80万个标准箱 TEO预计到2029年将增加到每年250万个标准箱 柬埔寨和英国在2023年前11个月的贸易总额超过8亿美元 同比下降11.3% 柬埔寨对英国出口下降11.6% 达7亿2704万美元 而从英国进口下降7.7% 为7378万美元 贸易顺差增至6亿5326万美元 英国是柬埔寨第十大贸易伙伴 经济学研究员Hong Vanek认为 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和地缘政治冲突 是贸易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但预计2024年会有所改善 英国可能因增加国内生产 和从邻国采购而减少进口 柬埔寨对英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服装 鞋类包自行车和农产品 而英国主要出口汽车机械电器和电子产品 2022年双边贸易额近9亿7740万美元 比前一年相比 柬埔寨出口增长21.1% 英国进口增长60.2% 柬埔寨国家银行NBC 与中国银联国际合作 于12月22日推出了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 NBC行长Chia Seri表示 这一合作将提升两机构间的金融合作 便利柬埔寨和中国用户 银联卡持有者现在可在柬埔寨约180万商户 通过银联钱包使用KHQR码支付 2024年初 柬埔寨居民将能在中国和全球 接受银联二维码的商户使用 Bolkong钱包支付 此外 NBC已与泰国 老挝和越南 实现跨境二维码支付 中国银联总裁蔡建波强调了 这一合作 在促进国际旅行复苏和柬埔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银联国际目前在18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 也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10个国家 启用了相关服务 柬埔寨 法国誓言通过更多高层交流 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 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副首相监部长 索克 钱达 索菲亚于12月22日 在部内接见了法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 雅克 佩莱特 双方回顾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 西哈莫尼陛下于2023年11月12日至18日 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成功正式访问 双方重申了 通过更多高层交流 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承诺 柬埔寨商务部 正在与国家机构 和柬埔寨妇女企业家协会 CWEA合作 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和小商品出口 这一举措 旨在加强国家的商业环境 包括与私营部门 合作实施出口政策框架 此倡议是商务部与Swiss Contact合作的一部分 致力于提升小型和中型企业的电子贸易能力 12月20日 在京边举行了一场研讨会 讨论出口小商品 政策框架 商务部国务秘书切亚 拉塔 强调了 政府对跨境电子商务的支持 特别是帮助私营部门利用电子商务机会 研讨会的目标是建立相关政策框架 增强贸易环境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 同时促进 关于战略性讨论 以提升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出口能力 Swiss Contact国家总监拉吉夫普拉丹 强调了私营部门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和政府在促进增长的政策发展中的重要性 此努力旨在提升柬埔寨的出口能力 促进经济增长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 与柬埔寨驻韩国大使馆合作 在首尔贸易塔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韩检商业论坛 出席论坛的重要嘉宾包括 KITA执行副会长John Markey 柬埔寨驻韩大使Krin Boutam Ransay 和柬埔寨商会副会长Pysat Salk 以及超过150名柬埔寨政府代表和韩国商人 John Markey在开幕致辞中强调了 柬埔寨的经济活力和年轻人口 及其政府吸引投资的努力 韩国企业考虑柬埔寨作为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的重要门户 得益于韩检自由贸易协定FTA 大使Boutam Ransay对韩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前景表示乐观 论坛还涵盖了柬埔寨的经济概况 投资路线图的重要性 以及该国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吸引力 韩国建筑集团Hong Lim Architecture Group宣布 已与韩国便利店运营商EMART24签署协议 进入柬埔寨市场 这一合作通过Hong Lim与柬埔寨零售公司 Saisons Brother Holding Corp 今年成立的合资企业Sai-On Partners实现 Sai-On Partners计划明年上半年 在柬埔寨首都京边开设第一家EMART24门店 并到2028年扩展至100家 Hong Lim计划通过EMART24便利店 推广韩国食品文化 首家门店开业后 将与当地配送公司合作提供食品配送服务 Hong Lim董事长Park Jinsang表示 他们寻求通过这一合作 向柬埔寨引入寒流 此举表明Hong Lim对柬埔寨市场的高度重视 考虑到该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及游客数量 Hong Lim自2017年以来 一直在东南亚房地产市场巩固其立足点 CMACGM集团计划在柬埔寨投资物流和电子产业 这一消息是在柬埔寨发展委员会 CDC官员与该集团代表团在金边的会议中透露的 CMACGM集团展示了电动车辆和冷链物流系统等支持设施 表示这一投资将有助于降低柬埔寨的运输和物流成本 CDC官员对公司的投资意向表示欢迎 并强调了政府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和柬埔寨健康运动组织呼吁柬埔寨政府提高烟草税 目前柬埔寨对国产香烟征收25%的关税 进口香烟为31% 这比其他东盟国家低20%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提高烟草税是降低烟草使用及其健康风险的有效方式 研究表明每包烟增加500瑞尔约0.12美元 价格可使3万人次年不吸烟 10年内预防1万人死亡 并每年增加5300万美元税收 2011年至2021年间柬埔寨吸烟人数从147万增至163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